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尔差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那就是我们用苹果笔记本在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它默认自带的分辨率特别少 那么如何在不使用第三方工具的情况下 让它使用更多的显示分辨率乃至于比较低的分辨率呢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我现在用的是Bixler操作系统 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以前的操作系统 比如10.15 10.14 10.13 因为这个方法是官方的隐藏的技巧 首先我们来到系统偏好设置 当前录制的屏幕是外置的显示器 并不是笔记本自带的屏幕 我现在电脑是核盖使用 进入显示器 在这个界面 在默认情况下 它是显示器默认 苹果系统会识别显示器的型号 并且找到一个最佳的分辨率 系统找到的最佳分辨率 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 比如我现在这台27英寸的显示器 它是4K的 最大分辨率是4K 根据我的个人偏好 我喜欢用1080P的分辨率 这样它的文字会比较大 看着比较舒服 这时候我们要选择缩放 我们鼠标放在这些小图标上 在左侧预览图下面会有分辨率 这个是1280乘720 现在选的就是这个模式 这是1920乘1080 这是标准的2K 这是3200乘1800 这是标准的4K 分辨率越高 它的文字越小 现在我用的是1280乘720 这是16B9显示器的 比较低的分辨率 但是它看到的内容 看到的文字比较大 但是显示的内容比较少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很显然只有这五个分辨率 是不够我们选的 是不够我们用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按住键盘的ALT键 按住ALT键 并不是按一下 是按住 然后点击这个缩放 这是一个隐含技巧 隐含操作 我并没有安装第三方的插件 按住ALT键 然后点击这个缩放 这样就会出现更多的分辨率 从3840到1152 这台显示器所能支持的分辨率 在这都能出来 如果我们用苹果笔记本自带的显示器 这也会出现更多的分辨率 但是和现在这个显示器的分辨率 是不一样的 这是显示器能支持到的各种分辨率 每台显示器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列表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这些分辨率都是能被 这台显示器所支持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这是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呢 下面还有一个勾选 叫显示低分辨率模式 这个可以着重说一下 当我们勾选这一条的时候 会多出几个分辨率 并且这些分辨率后面都会有一个注释 叫低分辨率 我们最常见的2k分辨率在这就出现了 还是以我这台显示器为例 有很多人认为27英寸的显示器 它用2k分辨率是最合适的 但是我感觉2k分辨率在27英寸显示器上 文字还是比较小的 并不适合我 我感觉比较适合我的就是这个1920x1080 但是它这个后面没有低分辨率 这个和苹果操作系统有关 我之前用的是10.14 就是Mojave 2018年的操作系统 用这个方法可以出现1920x1080的低分辨率 我这台显示器是27英寸的 它最大分辨率支持4k 当我选择这个1920x1080的时候 后面没有低分辨率 这时候它在用4k的分辨率 缩放成1920x1080 相当于4k分辨率的四个像素点 变成了一个像素点 这样这个像素点会特别的清晰 四个像素点的大小缩放成一个像素点的大小 这样会非常清晰 这就是所谓的retainer屏 就是高分辨率屏 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的内容 看到的桌面 看到的窗口都会很大 字体也很大 桌面也很大 窗口也很大 但如果用4k分辨率 3840x2160的话 它显示的内容会非常的多 但是文字窗口都很小 这个是几乎不可用的 那么这个1920x1080和1920x1080的低分辨率 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带低分辨率的话 那相当于这台显示器 真正的在用这个1920x1080 它并没有用4k 4k的分辨率 它所计算的浮面 计算的这个像素点 是1920x1080的四倍 因为它横乘以2 高也乘以2 那如果选低分辨率的1080p 就是1920x1080 那这台显示器和我的笔记本电脑 它只运算横的是1920个点 高是1080个点就够了 但如果选1920x1080 后边没有低分辨率的话 那么我的笔记本和显示器都要计算 横是3840 高是2160个点 它的计算量是普通1080p分辨率的四倍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四倍的计算量带来的是画面更清晰 但是看到的内容窗口的大小 文字的大小是一样的 这是我第二个要说的 那第三个呢 我现在用的是1280x720 它后面没有低分辨率 那说明现在我用的就是一个 横向是1280的显示面积 高是720的显示面积 和普通的笔记本差不多 各位看到的大小和一般的13英寸的笔记本分辨率是差不多的 但是实际上它在运算的分辨率是 1280x2 720x2 那就相当于是2560x1440 相当于是用的这个分辨率 这里有两个2560x1440 一个是带低分辨率的 一个是不带的 它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那个带低分辨率的 它是真正的2K2560x1440 使用的显示器是这个分辨率 下面那个2560x1440 它是渲染出来的2560x1440 但这并不是乘2的 因为我这台显示器最大只支持到4K 是3840x2160 所以说如果选2560x1440 后边不带低分辨率的话 它会用4K 也就是这台显示器的最大分辨率 来渲染出来一个2K 2560x1440 我们继续说这个720P 笔记本和显示器在运算的是2K的像素点 但是呈现给我看的是1280x720的这个显示效果 但它的精细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的分辨率很高 显示的很小 这就相当于Windows电脑上的那个显示作放 200%是那个意思 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分辨率呢 因为我这台笔记本是比较老的 是2013年款的 它最大只能支持2K分辨率 下面有一个刷新率 这台笔记本接外接显示器的时候 它最大能支持到 3840x2160的30赫兹 但是这个30赫兹感觉很卡 很不顺手 如果要变成60赫兹或者这个59.88赫兹 最大只能用到2560x1440 但是这台27英寸的显示器 运行2K分辨率 我感觉字太小了 并不是很舒服 所以说我把它调成了1280x720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苹果笔记本外接显示器 手动让它显示更多分辨率的这个经验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阿柴 我们下次见